我们俩在一起快一年了 我想和他结婚 他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生活中我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吵架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想和他走下去 但他总是和我冷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其实我也很矛盾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张 32岁来自四川婚礼主持 有请 小杨 24岁来自四川婚礼主持 有请 欢迎两位 小张你怎么一脸苦大仇深的呀 就是因为我到这个节目嘛 因为就是我跟我女婚 现在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说 我想让他带我去见他的父母 但我也想就说带他去见我的父母 但他每次都是找一些各种理由 逃避的问题 然后不跟我去见 并不是那样子的 就是因为他那个 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 他就把我逼得很紧 他就一直催我去见他父母 然后就是还用各种方式骗我 骗我去见他父母 就让我很忍受不了 行 我先问点基础的事行吗 你们俩到底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认识两年了 在一起就大半年的样子 我们是因为婚礼学院嘛 然后认识了嘛 我们也是同学 然后平时我们有工作的原因 就会有一些交流和一些讨论嘛 然后慢慢地我们就可能就产生一些感情 然后2019年年初我向他表白的 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好感 只是说我们没有去开那个口 所以我先去开那个口 然后向他表白的 那就是这样的 就同意了是吧 他也同意了 那就一快一年了姑娘 对 一快一年了 那也不算唐突 提出见双方的父母什么 没有 刚在一起 两千个月他就在提了 然后后面他又骗我去见他父母 怎么就叫骗了 他做了什么 因为在生活当中 他就是一个特别客人 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份礼物 也没有带我去特别浪漫的地方 就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带你去吃饭 去一个就是你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一个音乐餐吧 就是也很浪漫的地方 我就在想 就是他平时很抠嘛 就突然开窍了嘛 还挺浪漫的 我也还多高兴的 他让我打扮漂亮一点 我也就去了 去了之后到门口 他才告诉我 他爸妈还姐姐都在里面 让我进去表现好一点 不要给他丢脸 那我当时肯定很气啊 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那个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 我也没有那个准备啊 然后他骗我 我就当时柳头就走了嘛 他到门口看到我姐姐 还有爸妈在那儿了 然后他柳头就走了 然后也没打招呼 走了然后大概 我们冷战了半个月吧 你走掉 让我怎么给我爸妈妈解释啊 然后怎么给我姐姐去解释啊 然后我爸妈妈都说 这女孩咋了 然后是不是不喜欢你 不爱你 所以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怎么想的 其实我不是说 完全要逼你 说让你立马去跟我领这儿 然后去跟我结婚 我想的时候 咱们相处虽然不长 但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既然谈恋爱了 然后在一起了 我们就好好在一起 往婚姻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但他好像就没那个意思 是是是听明白了 这之后就形成了一个 半个月的冷战是吧 对对对 冷战是这样的 但是我在外地出差去了嘛 然后我就想的是 我回去再找他 就咱们再聊嘛 就把约翠再聊嘛 但是我发现他好像 相亲去了 这咋就相亲了呢 那也不是真的相亲啊 就是因为冷战了半个月嘛 他也没找我 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么久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找我就算了嘛 然后我相亲的时候 我也跟他朋友说了 就是让他朋友故意告诉他 如果我不用那个方式 激他的话 他也不会回来求我 他也不会来找我呀 哦 那明明就是他的错 那就很奇怪啊 我不可能去低头啊 从你这个行为来说 你还是在乎跟他这段感情的 是还是不是吗 是在乎 是在乎对不对 只是我没想那么快结婚 然后见家长 不是见家长 也不一定是要结婚嘛 看一看嘛 好 好 好